我们在上一期知道的群晖套件中心可以使用几个必备的第三方套件员 通过他们下载和安装各种插件、应用软件和工具 从而扩展了群晖NAS的功能性和可用性 使得NAS变得更加强大和多功能 这一期就来看看作为初级用户的礼仪 可以从第三方件中找到哪些基本上是必备的套件 嗨大家好,我是小鹏 方便的套件可以让你摆脱Docker的配置 使用体验更为方便、舒适、提高了使用效率、减少人工操作的成本 今天我们从NAS占比较多的影音功能方面 推荐一些小白必备的套件 OK,那么第一个就是阿里云盘Web DAB了 挂载阿里云盘服务端可以说是没有比证 更加简单的了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要更新Web DAB 也是一键完成可以说是小白必备了 第二个Alist 如果除了阿里云盘你还有其他云盘服务需要挂载的话呢 那么Alist无疑是目前支持云盘服务最全的了 它几乎覆盖了你日常能够接触到的所有云盘 设置也非常简单 官方提供了文档跟着做就好了 实在不会网上还有大把的教程 第三个Cloud Drive 其实论网盘挂载的稳定性 Cloud Drive是优于Alist 另外Cloud Drive还可以把阿里云盘或者一些工艺的Alist服务 挂载到群晖的本地 比如这个 它现在几乎是人手必备了 第四个NAS Tool 这个就厉害了 它是一个NAS媒体库资源规集整理工具 从资源的订阅到下载 包括文件原数据的搜刮 一次设置好 后面就是全自动化了 不过建议某些原因我就不便多说 网上叫成大把具体设置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OK 接下来的AmbiPlex Genefin 这三个是NAS上最常用的三款媒体播放器 它们都需要依赖于服务器端运行 前面说到NAS Tool工具就会调用它们其中的一个 至于哪个更好 其实如果你刚入门呢 可以考虑开源免费的Genefin 先玩玩 熟悉了以后 再深入对比一下其他两个 找到最合适自己的就可以了 OK 第八个 迅雷 是的 直到如今 下载仍然是寻找资源的主要手段之一 云盘再好 资源也是随时会消失 你完全无法掌控 尤其是一些精品收藏的内容 还是放到NAS内才是最最靠谱的 NAS版迅雷直接可以用手机远程控制 比如使用群晖第三方手机 即使转换成R2使用地址 而QBittorrent 作为开源的Bittorrent下载客户端 还可以支持Magnet 直立链接 最后的Transmission 其实速度 我觉得不太行 但作为总值管理和保总就非常合适了 所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在合适的场景 选择对应的下载工具 最后一个Homebox 大家测网数最熟悉的可能就是SpeedTest 作为家里内网测数 Homebox也非常不错 方便的套件直接安装就可以使用 对于了解家里各个设备网络情况 是不错的选择 以上就是我个人筛选出的NAS小白入门必备群晖套件了 当然并不是说其他我没有提到的不好 只是鉴于篇幅所限 所以今天只能从影音方面来入手 后面也会不定期更新有关NAS方面的内容 如果敌对这些感兴趣 还请一定给个一键三连 YouTube的小伙伴也不要忘记打个小铃铛 我是小宝 我们下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